频谱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的基本原理及结构 我们刚才介绍的是灰阶超声诊断仪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的最重要的结构 现在介绍一下频谱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频谱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的基本原理 我们需要记住几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多普勒频仪信号的处理 快速复利液变换 FFT方法是多普勒频仪信号的处理的关键 多普勒频仪信号包括哪些呢 血流速度的大小和方向 血管的深度和内径 血流速度的二维分布这些指标 这些是多普勒频仪的信号 那么多普勒频仪信号的处理再强调一遍 是通过快速复利液变换的方法 连续式多普勒与脉冲式多普勒 是频谱多普勒最重要的两种方式 我们前面已经不断介绍过了 连续式多普勒可以检测高速血流 但是它没有空间的分辨力 脉冲多普勒 它可以检测低速的血流 但是它具有空间分辨力 可以进行血流定位的探查 这是两种多普勒不同形式之间的区别 另外还有一种是高脉冲重复频率多普勒 在我们实际应用中并不常用 高脉冲重复频率多普勒HPRF 是在脉冲多普勒技术的基础上 通过提高脉冲重复频率 从而提高最大可测多普勒频移 提高了最大可测的血流速度 高脉冲重复频率多普勒是介于脉冲式多普勒 和连续式多普勒之间的一种技术 这个知识点大家也记一下 好我们现在介绍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的 基本原理及结构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的基本原理 我们也是需要记住几个知识点 多数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的设备 是由脉冲多普勒系统 自相关器和彩色编码及显示器等 主要部分组成的 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可以得到哪些信息呢 血流的方向 平均速度 能量 分散等等 它们重新组合就会成为不同的表现形式 如彩色多普勒速度图 能量图 方向能量图 加速度图 根据扫查的目的 我们来选不同的彩色多普勒模式来进行检查 好 好我们来通过一道题进行学习 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的核心基础技术是什么呢 血流信息的自相关处理技术 好 大家要记一下 关于彩色多普勒超生仪器的调节 不正确的是 调整彩色速度标尺 使之接近血流速度的大小 这是正确的彩色多普勒超生仪的调节 使彩色取阳框尽量大 以便获取更多的血流信息是错误的 彩色取阳框尽可能的小 才能够获取更多的血流信息 适当调节彩色偏转 使血流的升速与血流夹角可能性减 使血流升速与夹角的可能减小 彩色取阳框 我们要调节它的角度 使它与血流的方向的夹角净扯能的小 外周血软小于60度 这也是对的 调节彩色争议直至适当显示 血管内的血流信号 既不会混叠也不会外移 这也是正确的 设定朝向探头的血流为红色 背离探头的血流为蓝色 这也是正确的 好 这道题 唯一错误的答案就是B了 影响彩色灵敏度的因素有什么 这也属于彩色多普勒诊断仪的调节因素 影响彩色灵敏度的因素有 彩色增益 输出功率 脉冲重复频率 聚焦 真频都会影响到彩色灵敏度 感谢观看